好 同学们有想法了吗 估计也没想法 因为咱们中文就有一个包括 很简单 好 给你画点图吧 include包括 我就多画点了啊 这是一个圈 这样叫include consist 这是一个圈 这样叫consist of 哪儿什么的区别啊 你要还不知道区别 你就这么去记 consist of指的是全部包括 我可以这么翻译叫 包括由什么什么组成的意思 而include叫部分包括 只包括了其中的一部分 还不理解的话 就看我这两个句子了啊 这个自主餐啊 include three Indian dishes 自主餐部分包括三个印度菜 它的意思是我今天取了一个自主餐 我太牛了 我德国的 法国菜 中国菜 那个料理 还有这个菜 还挺牛啊 这个自主餐还包括三个印度菜呢 三个印度菜只是这么宏大的自主餐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我今天取了一个自主餐 你看便宜十块钱 我就去了 consist of three Indian dishes 包括了三个印度菜 说白了就是 是由三个印度菜组成的 印度飞饼 印度泡饼 印度炒面 我三个主食在那儿玩三拼 我都快吃兔了 大人同学们 谁让你舍不得花钱 这就是全部包括和部分包括 那咱举个例子 你告诉我这句话 what I can include 还是consist of呢 我来翻译 the tour 这次旅行 我报了一个欧洲游啊 这次旅行还包括一个参观 去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的参观 那你应该选的是 I include吧 因为你报了欧洲游 十字游 你不可能就 十天就待在博物馆 人家也不让你待这样 你可能今天去德国 明天去法国 后来 还有一个著名的 比如说法国的那个 这个这个 某一个科学博物馆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来看第二个 a football team you should 11 members 一个足球队 通常包括11个成员 这应该是 I include consist of 一个踢足球队 都是由11个成员组成的呗 那再举个例子 一本书包括12个单元 那我估计一般学校一本书 就是12单元组成 你怎么说呀 a book consists of 12 units 哎呦 这本书还包括两张照片呢 真漂亮啊 the book also includes two pictures 两张照片可不是这本书的全部组成部分 基本只在封面上会能看到 那我们继续来 does the price the postage 经常网络的同学老闻这句话 price 价格 postage 油资 我想说那个快递或者网站 这价格含油费吗 包括油资吗 你选的是 I include 价格105 这105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油资 把他做了一个部分包括呢 那你看这个 feesfans 他的粉丝啊 包括日本和韩国人 当然这就得一分为二了 假如他就是一个韩国人 他的粉丝就是由日本韩国人组成的 一个中国人没有 一个越南人没有 没有德国人 法国人 那我就得用consist of 但如果这个他是刘德华的话 你会选哪个呢 哎我觉得应该想include的吧 刘德华的粉丝甚至还包括海外的一些人们 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 那同学们 因为他主要的粉丝 可能在咱们中国大陆港澳台 那其中还包括 好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个区别的话 你看他说的是 他呀包括了大量的有趣的故事 在他的演讲中 为什么include呢 因为他的演讲 不可能全是笑话 那同学们 那是相声同学们 也就是说 可能 哎 说了一段 然后讲一下话 又说了一段 讲一下话 其中包括 菲菲老师讲课 可能也举一些好玩的事 好玩的笑话 但不能用consist of 这是其中包括 讲一个词 讲讲的用法之后 我们可能举一个例子 所以你看 include叫其中包括 他之前就包括了 unlarge numbers 还记着这个大量 加可数而不可数吗 number一二三四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还记着吗 我们叫 a large amount of 大量的 还可以说 a great deal of 不能忘了前面的 还可以说 a large q u a n t i t y 跟我读一下这次量 quantity quantity 三个家不可数名词 a large quantity of a large amount of a great deal of 而一个家可数名词 a large number of 证明下面的一个词 是可数的 有趣的故事 of course it was a great success 当然 肯定很成功啊 成功就是他的亲朋好友 抱婚礼上的朋友们 都乐了呗 那同学们success叫成功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成功是可数名词 还是不可数名词呢 当然是可数了 这加个a了 同学们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success这个名词 是中考 重点名词 可爱考了 你的既可以当可数 也可以当不可数 有时必须加a 有时必须不能加a 那我怎么区分呢 首先记住success的第一个名词 叫做成功 当表示成功的时候 说他取得成功了 这没法数 他取得一个成功 俩成功 所以当表示抽象概念 成功的时候 sorry 这是一个 写一个U吧 不可数名词 取得成功英文怎么说呀 achieve success 绝对不能说achieve a success 咱们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个成功就不能加a 是不可数名词 那什么时候加a呢 同学们你看这句话就加a了 叫Einstein 谁啊 已经得因Einstein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啊 最早说的是德国人 最早说德语 德语中Einstein Ain在德语中就是 英文那个 a an那词 stein就是英文那个stone的意思 所以Einstein的名字 也不是多么的高大上 一个石头去捍 是这个意思啊 Einstein is a great success 为什么这里就加a了呢 因为这叫不可数名词的具体化 原来会说取得成功 这么一份具体 但是我说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 这个成功者谁啊 代替的就是爱因斯坦 翻译成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或者成功者 所以其中当success能被翻译成成功的人 或者一个具体的成功的事的时候 就必须加额 比如 Mr. Lee is a success as a businessman 作为一个商人 李先生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成功不是随便的一个虚的东西 就代表前面的李先生 或者 The party这个聚会 was a success last night 这个聚会是一个成功的聚会 是一个成功的事 这里加额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能明白这意思吗 我很享受成功 I enjoy success 这就不可数 因为这个成功不是我 那再举个例子 08年北京奥运会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加不加额 当然加额 因为指的是奥运会 The Olympic Games was a big success was a great success 所以要记住 当翻译成功的时候 不可数不加额 当着成功的人或成功的事 一定加额 考试中老考 随便来看一道题 请暂停 30秒钟 或者1分钟 把它给我做出来 有的阿勒运同学们 很简单嘛 尤其前面 Opening ceremony 叫做开幕式 不是随便的开幕式 16届亚运会的开幕式 应该是特纸吧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6th Asian Games Held on November 12号在广州 举行的这个 是成功 加不加额 当然加额 因为这个成功 是指奥运会 是个巨大的成功 一个成功的事 这个实验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The experiment is a real success 如果知道的话 到底想什么 额和额 答案R B 你做对了吗 老同学们 你们能像这样的东西 比较多啊 有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 因为抽象 而你加额 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iron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种金属 大家都知道 iron man 钢铁侠 所以iron的意思叫铁 铁是一种原材料 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一旦你在iron 前面加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uniron 一个具体的东西了 每次买了衣服 折了以后 你要用这个iron 是一块铁 我们叫做 什么东西 这个鞋 谁敢穿这鞋 脚都熟了 我们叫熨斗 没问题吧 熨斗最早就是一块铁 那同学们 glass 当表是什么时候不可数啊 玻璃吧 原材料啊 但是什么叫rglass 那不就是玻璃杯吗 一个做出来的成品 具体了 gold当表原材料 黄金的时候 当然不可数了 但是有人居然在前面讲r 什么叫rgold 具体化了 去奥运会 我们干嘛去了 张金夺银 当表示金牌的时候 一枚金牌rgold 得了十枚金牌 tengold 后面还得加个s tengold 能明白吗 所以今天 你要记住这个小现象啊 虽然你可能觉得 独能独懂 但这个小的r 喜欢会成为考点 这台eat是什么 就指 你告诉我这个eat是谁 肯定指的是前面的演讲吧 他去哪了 他精心准备演讲 演讲中包含了很多的故事 一他就是上剧中的单数名词 这演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那演讲成功的事 这俩是 这卧子相当于等于好 没问题吧 如果没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结尾 到底为什么他的小女儿 没有觉得amused as soon as he has finished as soon as he怎么就怎么样 他一完成 Jenny told him she wants to go home Jenny就告诉他 冰从 大的给省掉了 他想回家 觉得挺无聊 那同学们 我问问大家 你还记得 as soon as 还有谁可以表意什么就吗 我们叫 the moment 还有点印象吗 这俩是同一词 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写成 the moment he had finished Jenny told him she wanted to go home 还记得一个叫 特早 咱们讲好几遍 no什么什么 no sooner than 别忘了这个词啊 no sooner叫一 than叫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忘掉 能用no sooner than 来改写这句话吗 我想no sooner than来说 他已完成 Jenny就告诉他 怎么怎么样 咱们回家吧 怎么写呢 卡 看看你要不你暂停一下 你先写一下 给你一分钟 你问no sooner 注意no sooner 怎么结合一下 他得用什么词态呢 暂停一下吧 哎同学们 大家还记得 no sooner这个句子 得用什么词态啊 过去完成时吧 我要翻译 no sooner 一 但叫就 他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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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的对吗 他一完成 finish的 然后 she dive jani told him she wanted to go home 不知道你是否跟我写的一样呢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这应该是定 不能变成现完 no sooner than 只用于过去完成中 别的事态不能用 he had no sooner finished than jani told him she wanted to go home 他刚一完成 jani就说 咱们走吧 那同学们你就想一想 到你中考或者高考去写作文 有些东西 s 有些东西 no sooner 你觉得哪个句子 高端大级上档词啊 这就是作文 体却主义 深厚的语言功力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 jan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这个词是啥意思啊 同学们 哎 这个词先跟我读一下吧 disappointed 再来一遍 disappointed 他的意思叫做 失望的 多重要的形容词啊 不如把它词作为记住吧 对什么什么 很失望 用的哪个解词啊 用的是by吧 我对你很失望 i was disappointed by you 当然更长的解词是哪个呢 那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 解词是 be disappointed with by用的都特别少啊 希望你就记住with比较常见 对什么什么 很失望 我对你失望 i am disappointed with you 你对我失望 you are disappointed with me 谁还可以对谁失望 我对我的婚宴很失望 怎么说 一起来 i am 那个词 disappointed 接词 with my 婚礼 wedding 婚宴是婚礼的早餐 午餐还是晚餐来了 breakfast 简称bf 不是男朋友的意思啊 i am disappointed with my wedding breakfast 继续 我对我的收入很失望 哎呀 怎么最近才能挣几百块钱 经济不景气 我这都没 那于是怎么说呢 i am 一起来 disappointed 借词 with my 前几个 我们刚刚学的失望叫 进来的东西就是你的收入啊 income 跟我读一下 income 继续来 我对这个集市很失望 哎呀 人家的市场都很繁华 瞧我们家门口的集市 我就三个摊 同学们 一开的一个柜 而且都卖的是西红柿 所以同学们 即使F开头呢 fair 不能学了后面的 往前面的啊 庙会叫temple fair 游乐场 fan fair i am disappointed with the fair i am disappointed with my house 我对我的房子很失望 对一切失望 都用这个 那fight fair记住吧 失望的fight 中文叫什么 别告诉我 不失望 你要跟那么说 我跟你记 赶快补语文吧 叫做满意 有的人会说吗 这个词也挺长的 satis fied 其实你会读就会记 一起来 satis fied 跟我读一下 satisfied 满意的 satisfied 满意的 再来一遍 satisfied 满意的 那老师对什么满意的词组呢 你可以照着记 be disappointed with b satisfied 也加 with 我对我的婚宴很满意 怎么说呀 i am 一起来 satisfied with my wedding breakfast 我对我的收入很满意 i am satisfied with my income 我对这个 集市很满意啊 我这么这么的牛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fair 我对这个超市很满意 我好几层特大 好玩着呢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supermarket 你要到中国逛逛了超市的话 将来你去欧洲 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的天 欧洲那超市太小了 可能因为也人少 对吧 哪有想咱们中国以来就两层三层的大超市 他们那那超市就一层 而那一层可能就相当你们需要的几个小麦不那么大而已 为什么没什么东西可卖啊 你像中国他们主食中房 包子 面条 馒头 饺子 米线 什么都有 他那主食吧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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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同学们 所以咱们中国 哇 特别壮观 同学们 所以真正大气的市场都在中国 you won't be you won't feel disappointed 你是绝对不会感到失望的 这里说了 Jeremy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对此并不满意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by this 对此有点点的失望 but he did as his daughter asked 什么 on the way home he asked Jenny if she had enjoyed the speech 这两句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同学就要问我老师这个deed是什么呢 做了呗 做了什么呀 关键的爱 s怎么翻译 s有好多的意思 有时候翻译了因为 有时候当什么什么时候 有时候as your teacher 作为你的老师 今天既不是因为 也不是当 也不是作为 叫做 很好 像 正如 按照的意思 这样是不是就通了 但是啊 虽然Jeremy有一点点失望对此 但是他也按照 就像那女儿要求的那么 做了 那么做了 回家了呗 有点失望 尤为尽 还想在婚宴上玩一会儿呢 所以有同学说老师 as表象 like也表象 这俩可以互换吗 可不可以说he did的 like his daughter asked 绝对不行 那老师有什么句别呢 非常简单 as和like表象 as是廉词 后面要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like是借词 后面是要加名词的 不要像我一样 don't be like me 我是个名词吧 这么做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 do it as I told you yesterday 后面是句子吧 所以as加的是句子 而like加的是名词 而这里是he's daughter ask 有名词有位于 构成一个完整句 我们只能as on the way home 再回家的路上 yes Jenny if she had enjoyed the speech 比喻从句 if是什么意思的了 是否 他问 问什么呢 又是一个什么时代 过去完成时 证明这个动词应该在 问之前发生 他问 加尼是否 在他问之前啊 很享受 刚才先前的那个演讲 结果这回不是 a little disappointed 是very much disappointed 看看他女儿 怎么说吧 最后 to his surprise she said she hadn't 他说 为什么hadn 谁告诉我 肯定是一种省略 你看前面这句 怎么说的 if she had enjoyed 他是否之前享受 他说 他之前不享受 she said she hadn't enjoyed the speech 跟前面重了 跟省了 还记得这个 熟悉的词组吗 to once 后面加个名词 叫时某人 怎么样的事 什么叫to his surprise 是他吃惊的事 使我吃惊的事 叫to my surprise 一定加的是个名词 surprise这里就是个名词 使我兴奋的事 怎么说呀 哎 使我兴奋的事 我的 我的偶像来了 to my excited 动词 他的名词要加mnt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to my excitement to my excitement 使我高兴的事 怎么说呀 很多同学老师说to my happy 不行 一定加名词 我们加 一起来 to my happiness to my happiness 使我伤心的事 他没来 to my 伤心叫sad 可是sad 是形容词 怎么变啊 加n-e-s 一起来 to my sadness to my sadness 再来 使我失望的是 to my 坏了 刚才学了一个disappointed 那是形容词 得变名词 看看谁能拼出来啊 强大的构词法 disappoint 不变 怎么变成名词呢 excitement 这个词叫做 一起来 disappointment 名词失望 一起来 disappointment 大声读失望 disappointment 使我们失望的事 或者使我失望的事 我期待的人 我期待的礼物 没有来 to my disappointed 最后一个词 使我满意的事 怎么说呢 to my satisfied 这是形容词 my的名词 satisfaction 你看这形容词 动词变名词 还挺难的 my 一起来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有加NESS 变名词 有变个TLSHIN 成了名词 有加了MNT 变名词 有的就是原型 surprise名词 就叫surprise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冷背 同学们 to his surprise 使他吃惊的事 这回不是失望了 他不喜欢 为什么 冰棚都大笑 他不喜欢呢 Jeremy asked her why this was so 问他为什么 这会如此 你去掏天 告诉他 这里大丢没省 第一同学 大致是个站位词 可以省 不相信 she didn't love act to see so many people loving at him loving at her 什么意思 嘲笑的意思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叫NG 为什么do it 你看出考点了吗 我提示你 我提示一遍能看出了以前讲的语法 由于这个动词决定了 考的什么词组 see somebody doing 看见某人 做某事 没问题吧 这里指的是 他不喜欢去看到如此多的人 怎么样呢 loving at him 嘲笑他 女双关呗 其实我感觉 可能人真的有嘲笑他 可能小女孩觉得吧 爸爸这些笑话 其实不好笑 我都不笑 他们怎么觉得可乐呢 他们一定在嘲笑他 我觉得可能不是 有时候大人说的笑话 孩子本身不理解 就是觉得不好笑 所以这篇文章 让爸爸很失望啊 to his disappointment do it doesn't like to see so many people laughing at him see somebody doing 我看见你正在做作业 I see you doing your homework 所以语言中的小语法点 还是挺多的吧 那接下来 我们就到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在赠送时评中 我们就能调到他了 那文章一起背 那前提是你先来背 给你个十分钟的二分钟 背不下来可以默默写啊 如果行的话 能背个七成熟八成熟的时候 那就可以继续我们下面的视频 跟着乐乐老师 文章一起背 凑一起改吧 那好 十分钟二分钟之后 咱们不见不散